好 最有愛的一個單元 就是我們的親子舞蹈大賽 現在我每次看到這個都會想到說 怎麼說古人老師可以帶著小孩來上 可不可以介紹參賽者出來 對不起 所以評審給大家記得 這個單元是要提醒大家 不管子女跟父母之間一定要有愛 愛的互動跟連結很重要 就像我們的衛冕者 我們的玉芯婦女黨 各位 用來喔 衛冕五官 但現在有更多的組合 更多的愛來了 哇 今天這兩組厲害了 馬上歡迎兩組出場 我喜歡服裝 親子舞蹈大賽 第一組是肚皮舞專家艾琳母女黨 還有來自高雄 感覺由備而來的心育母女黨 衛冕五周的月薪婦女會如何應戰呢 第一組的艾琳母女媽媽陳佑玲 是小有名氣的肚皮舞老師 平時滿滿的教學課程和表演 讓女兒頗有為辭 是怎麼一回事呢 本來都跟誰住 跟阿嬤 阿嬤住哪裡 阿嬤住 本來是住花蓮 結果現在就有搬來台北了 妳口調這麼好啊 對 平時好 這學校只要演講比賽嗎 沒有耶 她好像大人喔 阿嬤 阿嬤現在住 之前住花蓮 現在來台北 對 為什麼來台北 跟妳們一起住嗎 就是因為媽媽工作的關係啊 喔 媽媽在台北就對了 這樣究竟比較可以照顧到 教課的時候都在台北 然後她都在鄉下跟著阿嬤 就是餵雞啊 餵鴨啊 餵狗 餵雞 餵鴨啊 餵狗啦 那很健康 跟大自然生活在一起 對啊 然後當結束緣啊 哇 就是這一點喔 OK 這很棒 那這一點我們覺得要知道的一件事情 在什麼動機之下把她接到妳身邊來 我想孩子漸漸長大了 要上國中了 如果我都一直沒有在她身邊 青春期叛逆的時候 我很擔心 對 因為我們 我沒有辦法給她一個完整的家 可是希望盡量可以抽時間陪她 你們現在是很開心的 你們現在是很開心聚在一起的 因為小孩子還是需要母愛 對不對 雖然阿公阿嬤的愛不會少 但妳怕錯過這一切對不對 我很感謝我的媽媽幫我照顧艾琳 然後我也常常跟艾琳說 我很感謝菩薩讓妳來當我的女兒 艾琳也感動了 兩個都充滿了愛 聽說媽媽也是因為有一件小事情 就是小孩子的功課 有的媽媽會檢查對不對 她檢查了之後她發覺 一個簡單的造句讓媽媽覺得說 小孩子應該回到我身邊了 是不是 對 什麼樣的造句 國語的回家作業叫做排隊 要照樣造句 結果她寫 我跟媽媽講話要排隊 為什麼要排隊 因為我們的工作都是 上班族下班之後 我們才能夠去教舞蹈 教課 所以我跟她一個是太陽 一個是月亮 我每次 對 我回到家的時候 她其實已經睡覺 我看不到她 妳是晚上教課 對 晚上教課 就是上班族下了班 才是我們開始工作的時候 好 妳講一下 為什麼跟媽媽講話要排隊 是什麼意思 因為很多人都要找我媽媽 就是像學生 就要問媽媽舞要怎麼跳 然後工作人員 就要請媽媽去錄影 妳要跟我講話排一下隊 這樣子是 我安排時間是不是 但是我知道是媽媽要去工作賺錢 才會這樣 那妳有想過要插隊嗎 不買黃牛票嗎 很招 不可能 她應該不用排隊 她應該可以跟媽媽講話 可以跟她插個隊吧 但是妳有問妳同學嗎 妳有問妳同學說 妳們家跟媽媽講話要排隊嗎 他們都說沒有 妳有問過 對啊 所以媽媽也是因為看了這個 這個東西 決定要好好來陪伴她是不是 我覺得很感謝這個節目 有親子舞蹈 讓我可以增加時間 跟孩子一起跳舞 所以我非常非常珍惜 可以跟孩子一起練舞的時光 所以妳一定要為妳 要嗎 太親情了 真的 要…要加油 加油 加油… 來欣賞第一組的表演 超可愛快打旋風 小小春麗登場 因為參賽讓母女間感情 更加融洽的愛玲母女黨 身為舞蹈老師的媽媽 對女兒滿是愧疚 今天媽媽決定帶著女兒來參賽 就是想讓女兒有個美好回憶 已經練習過日的母女倆 他們會帶來什麼樣的表演呢 ∼ 音痕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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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好厲害喔 哇塞 還可以旋轉 哇 媽媽的遺傳很棒 比媽媽還強 我都沒有教她喔 可是如果阿嬤沒空 所以我只好夾帶著她去教課 她就在教室外面 隔著窗戶鏡子這樣看 她就是從小就血 這叫青出於藍而勝於藍 這有遺傳的 有遺傳基因的 這個西米厲害喔 對不對 只有自己的小孩贏過你 你才會高興 真的 其他人你可能就生氣了 一般都這樣對不對 自己小孩最棒 聽了她們的故事以後 再看她們表演 其實非常有感動 我覺得妳看媽媽 從頭到尾都在 好多好多的表情 而且她非常以這個女兒為榮 然後我覺得艾琳好棒 艾琳非常穩定 非常有大將之風 彷彿妳站在台上 已經有無數的經驗 而且妳長得真的很像花木蘭 她有那種花木蘭的感覺 好漂亮的花木蘭 我覺得她們最好的就是 在她們舞蹈編排上面 就很有創意 尤其是一開始那個 金色的那個好像翅膀 我覺得感覺像是一個 珍珠的那個棒盒 然後就是媽媽 保護著自己的一顆珍珠的感覺 然後再轉轉轉 然後珍珠就這樣跑出來了 這是珍珠 我就把它伸出來 對...就把它伸出來了 就是很有愛 真的很肉無意 真的很了不起耶 而且我說實話啦 就是 喔 摸過靠了 媽媽 媽媽很感興 媽媽就很開心 我真的很少很少的時間陪她 有時候其實我教課回到家 她都已經睡覺 然後隔天她出門了 我又沒看到她 然後日復一日周而復始 而且一專業小孩就這麼大了 其實都是她在鼓勵我 像我之前切一張眼珠 我只花五天要學為一支舞 是在呂副總統 呂秀蓮副總統的顏刻上 然後我跟她說我壓力好大 她跟我說 媽媽妳要加油喔 媽媽 有什麼話要跟媽媽說的 媽媽 要鼓勵媽媽的 有什麼話妳要跟媽媽講 媽媽妳雖然和我距離很遠 但是我內心永遠都是在一起 好奇怪喔 就是永遠忙碌的父母 就有一個貼心的小孩 就一個成熟的小孩對不對 好 謝謝 謝謝